编号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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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怀全球开拓视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视野 让大爱带您认识全世界 我是张富昌 最近国际媒体 一直在追踪两件事情 一件是印度的水患灾情 另一件则是 美国情报泄密案的主角 史诺登的行踪问题 印度的语气来得又急又猛 使得死伤人数不断攀升 引起国际的关注 而史诺登在香港爆料之后 美国想尽办法 要把他逮捕大案 但是事情的发展 好像不是照着美国的剧本在走 史诺登现在已经逃到俄罗斯 准备寻求委内瑞拉 或俄瓜多的政治庇护 对于整个事件的最新发展 待会我们有最详细的分析 最后我们还要带你一起来了解 世界文化遗产的选拔过程 以及世界文化遗产所面临的浩劫 我们将以柬埔寨和巴德斯坦地区为例 来为各位做个说明 首先我们来关心印度的水患灾情 根据印度官方的统计资料 连日大已经造成 北阿肯德省680人死亡 尽管这几天暴雨已经稍微减缓 但是由于土石流毁坏桥梁和道路 以及救援设备的缺乏 使得救援行动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印度官方保守估计 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 可能会攀升到数千人 而且印度政府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 才能恢复基础设施 今年雨季的降雨量 已经打破了60年来最高纪录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 在全球暖化下 印度雨季的降雨量将会随之增加 平均每增加一度稀 印度雨季的降雨量 就会增加4%到12% 面对这么严重的潜在威胁 印度政府应该要尽早做好 气候变迁防范措施 否则所有得来不易的经济成长 将会化为无有 十几个人分为一组 伤患孩童优先 直升机就这样一趟趟的将灾民运出灾区 眼看新一波的大雨 越来越逼近 少万人还没逃离险境 当地政府紧绷神经 救难部队与时间赛跑 发生水灾的六天后 在印度的北阿坎德省 喜马拉雅山区 已经救出了八万多人 不管是路面抢救 或是空中撤离的行动 都分秒必争 印度北部16号的一场超级大雨 下了60个小时 造成山崩与洪水 近十万名当地寺庙朝圣的旅客 困在山中 凯达尔纳特镇瞬间变成孤岛 水淹进城市 路面交通中断 只能靠直升机将受困的伤者 在往300公里外的 北阿坎德省会德拉敦 目前官方确认的死亡人数 为680人 但还有许多埋在沙土底下的尸体未确认 北阿坎德省政府灾难管理厅 厅长阿里亚在空中视察后 将罹难者总数由原先估计的1000人 上修至超过5000人 125辆卡车装满物资与粮食 送到德拉顿的临时救助所 但是救灾资讯混乱 到底还有多少人受困 军方说必须等到水退去才能确定 大雨之所以来得又大又急 科学家表示 这恐怕是气候暖化造成的影响 6月到9月是印度的雨季 夏天刚到的时候 印度北部青藏高原地区开始变暖 暖空气上升 海面的潮湿热空气往内陆填补 印度中部开始降雨 但是这几年青藏高原地区 春天一结束 气温就急速飙高 大量的热空气上升的结果 将潮湿的空气 从海面直接带到印度北方 暖空气一遇冷 立刻凝结成水滴 再加上高山屏蔽 雨水瞬间降到印度北方的山区 再加上海面温度上升 空气含水量变高 同样体积的空气带有更多水 就会造成更多的雨量 科学家表示 研究印度北部的天气模型 可以发现 温度只要一上升 就会造成4%到12%的极端降雨 或极端干旱 如果没有控制 数字还可能倍增 官员形容这场洪水 如同喜马拉雅山的海啸 到达当地的记者说 受损最严重的凯达尔纳镇 神圣庄严不复存在 只见得森林涂炭 接着我们来看看 被美国政府权力通缉的史诺登 他的行踪为何 最近国际媒体大肆报道 史诺登已经离开香港 正借到莫斯科 转往委内瑞拉或厄瓜多 寻求政治庇护 这个过程让美国感到相当的失望与挫折 第一 美国和香港之间有所谓的引渡合作关系 但是香港在港人示威游行的压力下 不敢将史诺登交给美国 使得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引渡条例形同虚设 第二 俄罗斯暗中协助史诺登 让史诺登有机会离开香港 这是相当关键的转变 而一旦史诺登到达委内瑞拉或厄瓜多之后 那么美国要引渡史诺登的可能性 几乎等于零 因此委内瑞拉或厄瓜多将利用这个机会 保护史诺登 并取得史诺登手中的重要情报资料 然后给予美国引头痛击 所以到目前为止 美国在史诺登事件中真的输得很惨 美国原本以为今年6月7号8号 欧巴马和习近平的庄园外交 为美中开创了合作新局 应该对这件事情有正面的影响 没想到中国还是没能有效的影响香港 而让香港放了人 就是美国史料未及的结果 不过我们认为 美国和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大国关系 不会因为这个事件而受到影响 毕竟美中两国的双边区域和全球的共同利益更是重要 至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没有这么敏感了 因为美俄关系从过去到现在就没有好过 所以美中俄三国关系 应该不会因为史诺登事件 而产生根本性的改变 美国前国安局雇员史诺登揭露 美国大规模监控网路引发国际舆论哗然 在香港藏匿了两个星期之后 美国正式向港府提出要求引渡 没想到港府隔天宣布 史诺登人已经合法离开 有媒体报道下一站是俄罗斯 大批媒体匆匆赶到莫斯科 在机场苦苦等候 我最近好像看到一个类似像这样 但我不太清楚 我们上飞机之前完全没有 不知道是下飞机之后才发现这么大阵战 我们吓一跳 史诺登出其不意的离开香港 也让很多媒体吓一跳 而且他还临别在揭露 指控美国国家安全局 以骇客手段入侵中国好几家行动电话业者 以及香港重要网路重镇 消息传出北京民众很不谅解 我觉得没有这种依据 我就不好下评判 我觉得反正让人心里不太舒服的感觉 虽然内容震撼 不过史诺登却没有提出他所声称握有的证据 其实史诺登的离港虽然意外 却相对解除了北京当局 与美国政府可能的紧张关系 港府方面认为虽然和美国之间有引渡条约 但是政治犯罪不在范围之内 是否配合美国请求空间很大 如今两难维基解除 港府还考虑要要求华府澄清网路入侵问题 目前美国还未对史诺登离港一事反应 外界已经猜测 没有俄罗斯签证在机场过境的史诺登 将转往古巴 最终目的是到厄瓜多寻求政治庇护 对于棘手人物的即将到来 古巴民众有点疑虑 但是 外瓜多却呈现完全不同的期待 其实 史诺登 能够进行寻求庇护之旅 主要是受到维基解密创办人 阿桑奇的大力支持 他发布声明指出 等史诺登人到了厄瓜多 维基解密团队就会协助提出 正式申请寻求庇护 厄瓜多政府也乐观其成 有专家认为 史诺登这一路逃亡路线复杂 但是从俄罗斯到古巴都是反美国家 完全不必担心被美国拦截 而且未来美国想要透过司法途径解决 恐怕更是难上加难 美国和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发展 将直接影响未来国际政治的走向 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谈谈 世界遗产问题 早在1972年11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就通过一份世界文化遗产 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 根据这项公约 所谓的世界遗产 就是一种超越国家 民族 人种 及宗教的界限 而以国际合作的方式 来保护和保存 人类共同资产的观念 世界遗产的概念 起源于1959年 尼罗河亚斯文水坝计划 这项水坝工程 将使阿布辛贝神殿 和伊西斯神殿 等努比亚遗迹涌成水底 而为了拯救这两个神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呼吁世界各国 共同保护遗迹 于是在许多国家的协助下 成功的迁移了这两座神殿 因此开启了人类保护 重要文化遗产的先例 而世界遗产 就分为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 和复合遗产等三类 今年6月22号 柬埔寨金边所举行的 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又新增了14项文化遗产 5项自然遗产 其中包括日本富士山 中国云南 哈宁梯田 意大利托斯卡尼德 美帝奇庄园等等 所以截至目前为止 世界上总共有 759个文化遗产 193个自然遗产 29个复合遗产 搭乘日本东海道子弹列车 只要途经静岗线 就可以看到日本最高峰 标高3776公尺的富士山 耸立在眼前 富士山都要日本 都有 2003年 日本开始将富士山 申请进入世界遗产 不过由于登山客 络绎不绝 带来恼人的垃圾问题 使得富士山 一直未受青睐 努力了十年 富士山终于列明 世界遗产目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 作为日本神道信仰象征 加上充满富士山文化的 富士会深深影响世界美术发展 所以将富士山认定为文化遗产 这也是日本第17项世界遗产 同样位于东北亚 北朝鲜也在2013年 深移竞争里大有斩获 离上次深移成功足足等了9年 北朝鲜此次提名 历史近500年的高丽王朝首都开城 包括开城古城 南大门 满月台 松阳书院 功敏亡灵等历史遗迹 都列明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是一项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负责执行的国际公约 目的在保存对全球人类 都具有普遍价值的自然 或文化处所 得到适宜光环的风景名胜 等于得到联合国的承诺 一旦世界遗产遭到天灾人祸 全体人类将动员协助 设法救灾保存原机 抢救适宜行动最广为人知的 就属埃及的阿布辛被遗址 1959年 埃及政府打算修建雅斯文大坝 尼罗河谷的珍贵古迹 原本将从此泡在水中 信徽联合国发起努比亚行动计划 阿布辛被神殿 被仔细分解 运到高处 然后像积木一样一块块组装起来 如今人们到埃及 仍旧能感受到三千多年老神殿的震撼 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 以及复合遗产 例如中国新上榜的云南哈尼梯田 由于是人文景观被视为文化遗产 而新疆天山 因为生态演化保持完整性 被类为自然遗产 至于像是澳洲塔斯玛尼亚荒原 土耳其卡巴多奇亚 以及中国黄山 因为兼具文化与资源价值 属于复合遗产 其他在2013年新增进入世界遗产的还有 明日历史古城阿加德斯 加拿大红湾巴斯克古金站 以及意大利艾特纳火山等等 一个景点要登陆世界遗产目录 动辄要十几二十年 到底有什么用因呢 原来只要申请成功 就等同在世界旅游市场建立口碑 带来的观光效应不言可遇 据日本小利园群岛为例 自2011年申请为世界遗产 观光客增加三成 现在富士山就打算复制这个模式 吸引外国观光客 身以利益虽然良善 不过也常在国际舞台上 成为政治角力的工具 2012年中日钓鱼台主权争端 日本就有官员要提议 将实际控制的间隔裂岛 申请为世界遗产 引发中国强烈不满 景点申移后成为票房保证 涌入大批观光客 然而噪音以及垃圾污染 反而不利于人类遗产维护工作 将名胜古机申请为世界遗产 是好是坏 到底还是需要后续的配套措施 才能延续可看性 既然世界遗产 是为了保存重要的文化 文明遗迹和重要人类发展阶段的建筑 因此世界各国的古城 就成了世界遗产的热门地点 而耶路撒冷就是一个例子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在这种三教合一的加持下 耶路撒冷古城到处可以看到 世界遗产的标志 但是很不幸的 自从1948年 以色列建国之后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就一直处于战争的状态 使得许多历史古迹 受到战火的波及 难以保存 这些古迹 有了长满的杂草 有了墙上布满的涂鸦 甚至有些珍贵的古物 都被盗取变卖 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浩劫 值得大家一起来重视这个问题 可爱的骆驼和骑着单车的小孩 一起朝着游客的方向望过去 老游向大家讲解文化遗址的特殊性 距离以色列大城耶路撒冷 一小时车程的塞巴斯蒂安 是有着3000年历史的古城 历史统治者 从犹太人到基督徒 来来去去留下痕迹 一度有着辉煌的过往 大家可以学习整个城市的历史 因为所有的力量 从当时以色列大城的历史 都通过参马利亚西巴斯蒂安 曾经在西元前十世纪 当时以色列的首都 如今却几乎成了荒城 从垃圾到涂鸦 还不是这个古城面对的唯一问题 更糟糕的是 历史珍贵的文化古物 这几年竟然接二连三 遭到违法掠夺 珍贵的古物被偷盗出来 还来不及做记录 留下历史文献 就被偷运出去 全人类的珍贵遗产 就这样销声匿迹 让考古学家痛心疾首 缺乏维护的根本原因 其实是因为受到政治影响 当地被划分为两半 大部分的古籍归以色列管辖 而村子部分 则属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但是由于以巴政治上的纷纷扰扰 有关当局几乎无暇管理这个没落古城 游客踪迹重现 村里的小店老板满心期待 巴勒斯坦官员表示 已经建立了一个解说中心 来为游客提供服务 以色列方面也宣布 正在致力于古籍遗址的修复保存 专家希望在以巴双方的努力下 古城有一天能够生机重现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